我們在日本的代表賈長廷進行 這個《學費水公法》的正義 讓立法院發行要求 他要回到臺灣報告筆順 不過因為代表處有人來比較近 賈長廷要來阻駐管理 國民黨團是很不滿 今天去外國部拜會 部長五條石 五條石是回應說 看是不是可以在這個月期 二十七 最後一天的委員會 請賈長廷回到臺灣筆順 他不是不能回來 是不想回來 國民黨團迴評主席代表賈長廷 加共加做不加東 賈長廷進行表示 臺灣設定秀要拜訪 學費水 引起外界關心 你歡迎要求賈長廷 等待臺灣報告筆順 不過主席代表處定過幾十 吳英文發生之後出現比較近 以後對安排上官議員 接受PCR檢查到國家界隸 賈長廷人要組織管理 以以往約為中 留在那裡 南亞不問七十八回廣告部長五條石 看到日本人就自動矮半解 好像臺灣是他們的殖民地一樣 幫日本人講話 毫無考慮到中華民國的尊嚴 南亞表示官人會已經說平 日本食物水跟臺灣三個用的 食物水不一樣 不過賈長廷算有別 各自國家為日本來講話 而這問五條石對賈長廷 請求判過的言論 五條石回答 賈長廷的講話跟廣告部 總統管理會議員都一樣 拿會報告對準創政府 至於中央主要創國家 請求臺灣 加做一本市民地 他必須遵守兩國的防疫的規定 這個隔離跟自主期間 總共長達三十五天 因此這會不會對於影響到 我國對於日本重要的外交工作的推動 外交部我們會進行一個通盤的考量 跟評估 報告部表是賈長廷 回來要尊嚮能夠放在幾天 目前到本會期 這次最后一次委員會 讓賈長廷 帶來臺灣必須的風險露燃 國民黨強調無百度拆除其他行動 曹東東應該要求賈長廷來 人罪會失禮 記者綜合報道